我其实家庭条件就是挺一般的 我家里每个月给我打生活费是800 然后我自己出去兼职做图什么的 我一个月大概能有1500左右能花 然后他就家庭条件比较好 他爹妈光给他钱就给4000 然后他没事还可以就是再要嘛 然后他就是这个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尤其是就是在买东西这上面 就是该买的买 不该买的还买 然后别人买他买 别人不买他还买 然后就是反正一个比个能买 这次这个双十一 他就跟我炫耀他买了三十多个 就是未收的快递 然后他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那都是有必要 就像创联拖拔水果刀哪样用着 你能用着你大冬天买什么花肚水啊 我能咬你啊 你要说你囤点日用品是吧 日化品 我其实也不能那么反对 就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什么睡觉闭嘴神器 我就不知道你买那个东西干嘛呀 自己有的毛病不得注意点啊 我室友就说我要是高度紧张的时候 睡觉说梦话 我不得自己注意点啊 他就总这样认为 他认为说我有什么问题 我不先想让我放松不再说梦话 他就想说我花钱去买东西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有个观念 就是双十一啊什么的这种购物大潮 如果我不买东西我就亏 买了我就赚 我来一句啊 他花你的钱吗 没有 那就完了 你让他花去呗 他真的心可强啊 我想啊我们俩每天白天他上班啊 或者他学习很累 我们俩晚上收拾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地去一个环境好的 高档餐厅吃饭 这样就也能提高生活质量吗 他就是想我要跟你谈恋爱 我不能只花你的钱 我必须经济上跟你做到五五开 所以他就经常兼职 我就不想让他干 你知道人在外面打工很辛苦吗 知道 那你大小姐脾气就不能收敛一点 我 我觉得 钱是你挣的吗 我想 我想 你觉得什么呀 那钱是你挣的吗 你告诉我 不是 谁挣的呀 我父母挣的 对呀 那你嘚瑟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就是 花钱没有什么 因为人家的钱是人家自己赚的嘛 爹妈赚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很懂我 因为男生可能都有点爱好 就是喜欢买鞋子嘛 然后我知道我条件不好 可能我攒哪 或者说我省吃俭用 我攒出一双鞋我很高兴 然后他就说 说要不我送你呀 我感觉不舒服 我就说不用了 我自己来 然后他就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说 真的你买不起 你买个假的不也都一样吗 我感觉他就不懂我 因为这个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你直接走捷径 我感觉这样不好 然后又一直跟他起这个争执 我觉得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不思进去 不上进 只要花钱 我们俩也有就是很穷 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花钞了 然后他那组拍作业 然后也很需要钱 我们俩都是没钱 然后吃麻辣汤 吃14位麻辣汤 我吃麻辣汤 他喝汤 我也能跟你做过那种生活 那你应该愿意做事 他吃麻辣汤 你喝汤啊 他这个人就很别扭 知道吧 我就说你饿不 他说我不饿 然后一直到出门的时候他来说 他说那总共就这些东西 两个人都吃了 都吃不饱 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个效率问题嘛 如果说这个东西 两个人一人吃一点 那不如让一个人吃饱呢 而且你是女生 我觉得我应该让你去吃 大体上面知道一点吧 咱们不争吵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来啊 因为我们两个都要毕业了嘛 要毕业了 就是要毕业之后 肯定要面临现实 然后他这个人 做事特别没有规划 我觉得我们的感情 可能走过长远了 哦 你想分手是吧 他就是上大学这段时间 刚开始跟他认识的时候 感觉性格很可爱 不加修饰 挺好玩的 有点傻夫夫的 但是还是挺好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我跟他处了一年半的 眼瞅着都要毕业了 他现在还有两门课没有过 刮咳咳 对 刮咳咳咳